让我们看一下 上帝的话语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教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 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填了三千人 都恒心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 祈祷 阿们 这时间让我们 为了听上帝的话语祷告 为了见证话语的圆灵监督 求上帝 把能力 灵感 赐给他 并且让我们能够 以同样的灵感听话语 为此让我们 恳切祷告吧 感谢 天父王 今天你又呼召我们 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圣灵成为主的肢体 求你由高主仆人的口 让我见证上帝所喜悦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上周我也跟大家说了 主日 就是我们聚在安息日后的第二天 就是七日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为了掰饼 这个掰饼是在晚餐 是太阳落山之后 聚在一起 然后吃晚餐 掰饼 耶稣在科西马尼山上 在被钉十字架上之前 在科西马尼山上 祷告的时候 之前 他跟门徒们一起 吃晚餐 耶稣复活之后 现现在 门徒们在的马可罗坊的时候 当时耶稣也跟门徒们一起 聚集晚餐 吃晚餐 这个成为了基督教的传统 所以每周聚集的时候 都要纪念主的肉与血 为此掰饼 所以晚上的礼拜 非常的复兴 非洲也好 很多国家都是主日晚上会聚会 我们国家也是之前 晚上的聚会非常的兴盛 所以外国人非常的羡慕 韩国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很难在晚上聚会 所以他们特意的来韩国来调查 但是最近我们国家 也是文明教人变得懒惰 渐渐地丧失这样的传统 现在我们国家也是晚上的聚会 渐渐消失 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些 支堂呢 晚上照常聚会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心呢 就是往前稍微提前几个小时 主日下午三点呢 我们在这里聚会 这联合礼拜 并不是说来也好 不来也罢 而是这样分散的所有的人 都来到这里 因为有的人呢 特殊的情况 不能晚上来聚会 所以为了便于叫他们聚会 所以我们提前在三点做联合礼拜 大家可以提前过来两点半开始 为了这个聚会祷告 我们的这个下午联合礼拜要兴起来 要归到 我们教会是要归回话语的 归回道的 这样拥有着使命的教会 所以我们更加积极的聚会 上周有很多人过来参加联合礼拜 非常的感谢大家 今后我们更要积极的聚会 这是主所喜悦的晚餐 太阳落山之后 主来到门徒们面前 说你们有吃的吗 然后跟他们一同吃晚餐一样 他去世之前 还有他复活之后 同样的跟门徒们一同进行晚餐 我们也要同样这样去做 不管这世界怎样改变 我们也要照样按照主的旨意去做 希望大家一定要 进行晚上聚会 我们唱诗班 从一大早开始就辛苦 还有我们的演奏的指挥 他们都非常的辛苦 我们为他们鼓掌 谢谢你们 我们当怎样行 我们从题目开始 一起阅读今天的讲章 我们当怎样行 上帝是良善的 他为了拯救世人 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诅咒的木头 我们的罪钉死在上面 上帝叫人子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被提到天上 成为拯救世人的义 故此我们若想得救 就要脱离世界 这就是禁礼 世界充满了宗教与偶像 只有从那里脱离出来 才能成为圣洁的 成为属上帝的灵魂 从而才能得到恩典 领受所赐的圣灵 受禁礼不是为了做教会的会友 而是为了做基督徒 只有基督徒才能听见 圣灵的话语及真理 个人要悔改 受禁礼是罪得赦 才能使自己与世界区别为圣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领受真理 圣灵和圣灵的恩赐 只会降临在属耶稣的人身上 圣灵的恩赐是无限量的 人若不受禁礼就无法圣洁 若不圣洁就无法得到恩典 也无法领受圣灵 成为会友之前 首先要成为基督徒 若要成为基督徒 就要悔改并受禁礼 之后才能成为圣乐人 阿们 上帝是良善的 人们一般就是面相非常的慈祥 指着这样的人是善良的 一般来说 善良的人就是面容非常的柔和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善良 这样的叫良善 所以人们一听到上帝是良善的 这样的时候呢 只会想到上帝是善良的 当然这话也是对的 但是这里面说的良善 是跟这个有点不同 这里面说上帝是良善的意思是 上帝是不改变的 上帝是不改变的意思 我们的信就在此 我们的上帝是不改变的 我们的上帝在万有 创造万有之前 永远之前 直到永远 祂是 都是一样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说 耶稣基督都是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首先的和末后的 没有 都是一样的 但人呢 首先和末后会有不同 有的人 他虽然开始的时候 下定决心 但是过不久 他却行出 跟开始的决心 不一样的行动 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人们结婚 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呢 都是要决心 要白头偕老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痛苦 困难 都要彼此相爱 这样约定 但是 过了时间 一段时间之后 彼此会有恨恶的心 彼此会有委屈的心 虽然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问他 如果你有来世 再遇见他的话 还会跟他结婚吗 他是绝对不会那样 就像这样 人们是会改变的 改变的 就是人是这样改变的 创世纪一章 二节里面说 地是空虚混沌 这地是改变的 意思 人是出于尘土 所以他会改变 会继续一直改变 所以他是善变的 上帝把自己与人比较了 我们要记住好 圣经里面说 上帝非人 他必不会 他必不止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止后悔 上帝一旦 应许的呢 因为上帝要跟 被照物人打交道 上帝是不改变 但是被照物人类却改变 上帝不能跟人那样改变 上帝 向人类施了恩典 上帝给人类抑制 人就按照自由意志生活 所以他会过着与上帝的方式 背道而斥的生活 所以上帝遭遇了很大的变故 上帝创造天使的时候 赐给他们意志 赐给他们意志 所以他们会顺从 如果没有意志的话 就不会顺从 因为有意志 所以能顺从 但是天使堕落了 因为上帝给了他们意志 上帝不会干涉 所以天使堕落之后 叫上帝大吃一惊 还有人类也是 人类也堕落了 上帝宁愿自己流血 选择受死 受诅咒 他也不改变上帝 自己所说的话 还是照常进行 上帝全权负责所有的责任 人所犯的所有的一切 上帝为了他们 上帝流血 他负起所有的责任 在天上的荣耀的天使 虽然很可惜 但是上帝与他们断绝了关系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不能改变的 我之前也告诉过大家 圣经里面说 全能的上帝 有两件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个是改变 他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 第二点是 上帝是不能说谎的 上帝是不能说谎的 所以说上帝是真神 他是不能说谎的 真神 真理的意思 是真的意思 是不能说谎的 指的是真的 这就是真理 上帝是不能说谎的 上帝是不能说谎的 他是不能改变的 他是不改变的 耶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 他说 我来并不是为了成就我的旨意 而是为了成就父的旨意 父的旨意是烦信我的 都得永生 拯救烦信我的人 所以上帝为了拯救人类 耶稣顺从直到流血为止 西伯来书五章七节里面说 耶稣在肉体的时候 他 挤大声 哀哭流泪 祷告恳求 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前程蒙了阴影 耶稣 耶稣把他作为人子的这个性命 为了成就父所应许的旨意 来到这地上 并且为了成就父的旨意 设出了性命 这性命只有一条 没有预备的 只有一条命 那舍弃这性命的话 会怎么样 那只能是依靠上帝 只能依靠父上帝 所以耶稣 像能救他 免死的主面前呢 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就因他的前程 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 所以耶稣唯独依靠父 如果父变 改变的话 他的一条命 一条 只有一条的这性命 就永远就没有了 但是他 相信父 相信父能够叫他 从死里复活 他按照父的话语 就服从了父 亚伯拉罕所拥有的性 是什么呢 上帝向亚伯拉罕 试探亚伯拉罕 说你要把你 你所爱的独子 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 献为烦祭给我 亚伯拉罕 立即行动了 所以圣经希伯来书里面 说 亚伯拉罕 信 上帝能叫死人复活 上帝 上帝叫亚伯拉罕 把儿子 限为 凡计 即使把他 限为凡计 消失 但是上帝 已经应许说 他是你的后裔 所以上帝 必定能够 叫他 从死里 复活 亚伯拉罕 相信 上帝的应许 亚伯拉罕 带着仆人 去摩利亚山 然后他看见 这个摩利亚山 然后跟仆人们说 你们在这里等候 我向上帝 献祭之后 再回来 就是说 我会跟着孩子 一起去献祭 然后回来 他与儿子同行 意思就是说 还要一同回来 亚伯拉罕的信 就是这个 我现在去 跟着孩子去献祭 然后还会跟他 一起回来 你们在这里等候 等我们 所以仆人们 在那里等待 今天 今天大家 迷我们的信 在哪里呢 如果上帝说谎 他改变的话 哪个人 会为上帝 活出性命呢 但是 因为我们 信上帝 所以我们 活出命的 过心而生活 圣经里面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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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上帝 爱上帝的话 你们就要 尽心尽力 尽意尽性的 爱主 你的上帝 这位上帝 叫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 借着耶稣基督 凡是在 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都能够 参与 复活 今天 大家 我得救 得救 不是因着 中教 我得救 唯独是 靠着耶稣基督的 恩典 我们教会的 信徒们 大家一定要承认 我们是跟 其他教会的 信徒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 宗教 是什么 信仰 我们的信心 在哪里 我们能够 正确的区分 我们已经都 学习过 宗教 是律法 是教理 教理本身 就是律法 大家与我 不是宗教徒 而是信耶稣的 唯独 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所信的 并不是我所期待的 信念 而是相信 上帝的应许 相信上帝的伟大 与上帝的诚实 与上帝的话语 今天有的 做投资的人 做生意的人 他们会自己计划 筹划 我这样做的话 会成功 他们带着成功的信念 去工作 然后有的时候 然后有的时候呢 结果呢 会带来奇迹 或者是失败 信念 可能会带来奇迹 但是我们的信仰 绝对没有奇迹 奇迹 就是侥幸 但我们的信仰 在于神迹 是神迹 是证据 就按照你所中的 收的 我们通过上帝所赐的信 才能得救 大家都是信的人 大家都是信的人 今天经文里面 犹太人 他们听到了 有关耶稣的事 然后他们大吃一惊 就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我们怎样行 才能得救呢 我们当怎样行 我该怎样行 我们该怎样行 我的家庭 当怎样行 大家像自己这样 发问一下 我们要明确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无人吞噪的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这样糊里糊涂的 过去的话 你的魂离开的瞬间 你就再也不能 得到机会了 我们当怎样行 那时 彼得说了三件事情 第一是 你们个人 要相信 并且悔改 受敬礼 禁礼是什么呢 禁礼是把我们 与这个世界区别开的 圣洁的意思就是区别的意思 圣洁里面说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洁 你们也要圣洁 耶稣在这地上 作为人子 他通过 女人的胎 出生 然后吃 人们所吃的食物 然后也同样的 跟人一样走路 但是 他是与这世界区别开的 他不是属这世界的 他是属天的 是这样区别的 上帝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洁 你们也要区别开 我们跟不幸者 一同生活在这世上 一同坐公交 一同在上学 但是我们怎样与他们区别呢 通过禁礼 我们与他们区别开 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 他们得到了 在法老下面生活 他们吃了法老供应的粮食 但是在法老支配的国家 是充满偶像的地方 为了让以色列百姓 从这个充满偶像的法老区别开 上帝向摩西说 你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 他们过了红海 这红海就是受了禁礼 格林多前书十章一节 说这红海就是禁礼 他们通过过红海 所以就这样区别开了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不像埃及那样幸福 在埃及的时候 有吃的 有喝的 但是在旷野呢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非常痛苦 但是他们是完全脱离埃及 是与埃及区别开的人 这就是圣洁 所以上帝指着他们说 你们是圣洁的百姓 今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与不信的人区别开 就像这样 我们受禁礼 受禁礼就是区别开的 通过禁礼 我们区别开了 禁礼不是仪式 如果大家把这个当作仪式的话 就没有成为圣洁 如果你只是作为仪式 接受了禁礼的话 你就不是圣洁的 这禁礼是耶稣命令的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不是凭几义说的 我说的是父 向我说的 我告诉你们的是 父指示我的 所以这个禁礼是 上帝指示儿子的 马太福音八章里面说 父把天上的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说 你们要 父向儿子说 你要吩咐他们 所以耶稣向门徒们说 你们要 给人施禁礼 我们按照主的吩咐 这样受了禁礼 这样区别开了 我们 现在是跟不信者 是 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的人 不信的人呢 他们想的全都是 肉体的 世上的事 特别是使用 自由意志生活 自由意志 是指的就是 他的很自由 自由意志 如果靠着 自由意志生活的话 只能堕落 上帝 给亚当 诫命 说 你不要吃分别上书的果子 意思就是 限制了人的 自由意志 你可以随意吃 圆当中的 树上的果子 但是 圆当中分别上书的果子 你不可吃 就这样的 限制了 限制了 自由意志 就是说 你可以加速度 但是给他施加了这样的一个控制 就像这样 还有 我们有收入 就像 一店员里面的 所有的 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 我们 我们可以 拥有 使用我们的收入 但是 十分之一呢 你 不要使用 要献给上帝 如果我们 不受这个限制 不顺从的话 那么这个人 就是不圣洁的 这世人呢 他们都按照 自由意志 随己意生活 随己 自己的想法 像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 我们 我们 从他们那边脱离出来 以佛所书 二章 一节里面说 我们在 罪恶当中的时候 当时 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就是随从 这世上的流行 当时我们 顺服空中掌权 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 现今 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领 四节里面说 但是我们 从中 借着 基督的恩典 从那里脱离出来 借着基督的恩典 得救了 格林多后书六章里面说 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 同父一恶 我们就这样的 完全的 区别开了 我们通过敬礼 这样区别开 我们受了敬礼的话 不再是过去的人 不再是属世的人 我是属上帝的人了 这世上的人 他们是已经死的人 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通过敬礼 与复活的耶稣联合 成为属耶稣的人 让我们一起说 我与这世界区别开 成为属耶稣的人 成为属天的人 属天的人和属地的 属世上的人的耳朵不同 约翰一书五章六节里面说 他们是属世界的 所以属世的人 听世人的话 但是我们是属上帝的 属上帝的人听我们的话 就这样 区别真理的灵和谬望的灵 然后约翰一书四章 一节里面开始说 你们不要相信这世上的灵 你们要区分分辨 你的灵是否是属上帝的 你如果听见世上的话的话 那你是属世界的人 如果你能够听见上帝的话的话 那么你就是属上帝的人 就这样的区别 真理的灵和谬望的灵 属上帝的人 上帝会把他牵到永生 你的耳朵能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呢 启示录二章里面说 凡有的就应当听圣灵像 众教会所说的话 大家与我通过近离成为了 属上帝的人 不再是属这世界 我们的身份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们的想法跟世上的人的想法不一样 这世上的人的想法是充满着这个肉体和情欲的事 他们按照肉体的情欲生活 按照情欲生活 但是我们呢 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 但是 大家仔细看一下 大家不是都受尽礼了吗 受尽礼的人请说阿门 大家都得到恩典了吗 领受圣灵的话请说阿门 说方言的话请说阿门 但是 人们 一说到 得到恩典的话 肉体也会改变 得着了恩典并不代表你的肉体改变 我们的肉体呢 绝对不会改变 如果我们的肉体能够变化的话 那么上帝会在肉体上做所谓的事情 但是因为它是不能改变 所以上帝让我们的心灵改变 是我们的心灵改变 不是我们的身体改变了 圣经里面说 像 圣洁的人 你们要维持圣洁 就说你们要照样去捷径 就是要我们要努力的去保持圣洁 并不是说肉体你照样的肉体能够自动的圣洁 只有我们的灵魂与肉体分开的时候 才能结束 使徒保罗在 这个罗马书上说 我已经得到了恩典 我里面应该只有爱上帝的义 但是我里面有反抗上帝的这样的罪的律 我明明领悟到的是 我愿意行善 我心中有喜爱不义的心和喜爱上帝的义的这样的心 这样义和不义在一起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没有指望的人 我真的是困苦的人 然后接着说 他说我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信耶稣的话 有人说 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 以为是他的肉体改变 但是这肉体不会改变 没有义人 圣洁的也没有 也没有 唯一是 我到父那里去 所以这世上不再有义人 耶稣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了吗 肉体不会改变 只有复活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灵魂改变成 瞬间改变成灵性的身体 我们即使受了禁灵 过去的脾气还照样在 大家现在领受了恩典 领受了圣灵说发言 非常的被圣灵充满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跟夫妻吵架之后呢 就像打包就离家出走 还是照样的恨人 心里面还会有这样的心 这样的情欲 这个情欲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就像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一样 你们要通过禁礼 把这旧人埋葬 然后你们要属于耶稣 归于耶稣 是我们的心改变了 这肉体不会改变 这肉体呢 一直在等待你堕落 它一直窥探 窥探 欢迎你堕落 所以我们要警醒 圣经里面说 你们要警醒打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里愿意 但是身体却软弱 所以不要受试探 我们通过禁礼完全的 移到耶稣那里 第二点呢 彼得说 你们要使罪得赦 使罪得赦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律法当中脱离出来 如果有律法的话 罪依然在的 如果有律法 如果还在律法下面的话 你无法脱离罪 因为律法它 一直照着这个罪 上帝在伊甸园里面跟人说 你如果吃分别上树的果子的话 你必定死 你必定死 没有活路 魔鬼诱惑它 的是什么 难道他说上树果好吃吗 魔鬼说 你吃分别上树的果子 上帝是怕 你也成为跟上帝一样 你不会死的 分别上树的知识呢 唯独上帝拥有的 上帝是审判者 只有上帝是审判者 因为你拥有分别上上树的知识 所以你不断地定罪别人 也定罪自己 律法是上帝 作为信仰良心给以色列人的 那么对于外邦人呢 以色列百姓只有一百万人 但是除此以外的外邦人呢 几十亿的这些人呢 他们所带有的良心 就是他们的律法 良心就是律法 良心就是他们的律法 分别善恶 良心分别善恶的 分别善恶 那么你如果分别善恶的话 你就会因此而死 如果想使罪得赦的话 就要脱离律法 罗马书八章一节里面说 二节里面说 此生命圣灵的律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就是脱离律法 但是今天信耶稣的人 却没有脱离律法 还没有脱离自己的良心 我呢 过信仰生活非常好 老是提良心 我们不是过良心的信仰生活 我们不是靠着良心过信仰生活 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上帝的话语 过信仰生活 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活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 但是为什么人们老是抓住律法 老是想靠着良心生活呢 所以人们虽然表面上 你好这样笑 我得到了很多恩典了 但是常常心里面受谴责 知道死一直这样受谴责 因着良心受谴责 良心会告诉我们说 你即使再得到恩典 你还是你不是犯了那个错吗 你要对此负责 一直不断的这样定罪自己 因着这个定罪你会死 心里面因着恨人 所以呢就好像是杀人一样 你就一直带着这个罪 你要使罪得赦 你受尽力了吗 那么你就要使罪得赦 要从律法里面脱离出来 脱离出来 加拉太书三章里面说 在律法下面的人就是在诅咒下面的人 在律法下面的人就是受诅咒的 所以我们要领受恩典 我们要得着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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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比你的良心 应该更大才行 比律法应该上帝的话语更大才行 现在大家依然你的心里面 还是想着 还是自己定罪的话 这样的是无法得救的 所以受尽力的话 受完尽力的话 就要使罪得赦 让我们转进拳头说 我的灵魂呢 你要脱离律法得到自由 我的灵魂呢 你要脱离律法得到自由 我的灵魂呢 你要脱离律法得到自由 以色列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的话 是律法 那么对我们外邦人来 外邦人来说是良心 我的灵魂呢 你要脱离良心得到自由 我的灵魂呢 我的灵魂呢 你要得着恩典 我的灵魂呢 你要得着恩典 我的灵魂呢 你要得着恩典 其实录十二章里面说 控告人的魔鬼 他从天上被赶出去 然后到地上一直折磨圣徒们 那时候圣徒怎样圣过他们呢 就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直到死都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所以我们知道豁出性命 我们也要承认 我是借着耶稣的血得救了 我们要以此来克服我们的良心 有的人呢 很热心地过信仰生活 但是他被良心的法限制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会堕落 宗教是律法 没有任何宗教都没有恩典 只有教理 只有律法 所以通过宗教是无法得救的 之后 我们该做什么 之后你要领受圣灵 如果圣灵不来的话 我们就无法脱离律法 圣灵是法 有律法 但是比律法更强的法 就是圣灵的法 罗马书八章 而且里面说 赐生命圣灵的律 比律法更大的法 是什么法 律法就好比是一个蜡烛一样 那太阳是比蜡烛更亮还是暗呢 如果太阳升起的话 这个蜡烛再怎么亮 它也没用 就好像是这样 律法就好比是蜡烛一样 圣灵的法就好像是太阳的光一样 太阳一出生的话 一出来的话 那么蜡烛的这个灯呢 就会消失掉 圣灵 承认和印证 你已经得救的事实 你不要担心 你已经得救了 你已经活过来了 你是上帝的儿女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 把圣灵赐给我们 借着圣灵这样印证我们 一直这样的见证我们的身份 把揮师的意思就是 辩护师 是见证的意思 他是辩护你的 就这样三点 受尽力 成为圣洁的话 那么你就要使罪得胜 从律法里面脱离出来得到自由 从良心里面脱离出来得到自由 为此你要领受圣灵 这三点 当怎样行 这样的人面前说了 这三点 三个解决的方法 第一是要受尽力 让我们大声说 在大声说 大家也要教导别人 受尽力 要受尽力 然后要使罪得赦 怎样 就是从律法里面脱离出来得到自由 不要在律法下面 而是要在恩典下面 然后你要领受圣灵 请站起来 大家听明白了吗 我们当怎样行 我们当怎样行 我当怎样行 我当怎样行 请闭上眼睛 你们要受尽力 通过尽力 你要区别为圣 区别为圣 你不要数着世界 你要圣洁 然后你要使罪得赦 怎样 就是从你的良心里面脱离出来得到自由 就是你要得着恩典 只有得着恩典才能自由 你要得着恩典 然后 那么会怎样呢 这样的话 你们就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次见我们斜 打告 求主 丰盛的赐给我圣灵吧 让我被圣灵充满吧 圣灵 圣经里面有圣灵的九个恩赐 说方言 说方言只是一个开始 只是参与圣灵的 如果只是品尝的话 很容易堕落的 我们要更深入的 要更丰盛的体验 圣灵所赐的恩典 求主 把圣灵的恩赐 更丰盛的赐给我吧 让我们为此放声祷告 让我们拼命地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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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地打告 要拼命地打告 大家要豁出命的 拼命地 再极力极力地打告 我们拼命地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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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父王 求你帮助我们圣乐人和比利亚人 让我们对我们当怎样行 这个问题完全得到解决 不再彷徨 让我们 主啊求你让赐生命 圣灵的法支配我们 把之前我们所混乱的全部都除去 让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忧虑 让我们唯独靠着圣灵的法 得到平安 得到自由 让我们更加向着永远的国奔跑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上帝的能力 过去的法和因着律法 因着良心 捆绑的所有的一切 主啊求你除去这一切 让我们教会同心合意的 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和生命 这时间让我们为了教会祷告 现在我们教会在经历各种困难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挪去所有的邪恶的灵的妨碍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得胜 还有我们的圣徒们的所谓的家庭 都能够拥有真正的平安 不要有痛苦 求上帝来安慰我们圣灵人的家庭 为此让我们为教会和教 我们圣灵人一起祷告 我们的圣灵人一起祷告 我们的圣灵人一起祷告 整个患大霞議宵 整个患度由交叉 我们的圣灵人一起祷告 我们的圣灵人一起祷告 那些法律的法律 那天宗教的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超ove你安心的地方 预防中国人的力量 どう说的意義 都要是居信的 我们来ก来的 他人群的行动 给我们、一位 他人会进行动 不信心的 多别的上海 神父的名字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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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永遠的聖名的法律很好 感謝여 이 모든 역경을 참고 견디고 참 하나님 말로 사랑하고 자신들 드리고 하나님께 온신할 때 모든 영혼들의 가정을 돌보시고 도와주셨어 저들 가족이 이제부터는 천대에 일어난 복 받도록 하나님 성령으로 저들에게 증거하시고 또 많은 표적을 보여주시며 저들 인도하시고 도와주시옵소서 역사하시고 도와주고 앞으로 있는 모든 법정에 소송해서 승리하도록 도와주시사 법무법인에 변호사들 도와주시고 Joe ch ended up having hands on the water and powering the thing happened to me the IN CD Look I'm doing what we're seeing young people We're so not looking at the field for High school Alright I can achieve your goal ofiritists Do not be able to achieve these whole processes With my a敷 part in our life ¿ Whatukan a loary of the world Is a hard choice I wanted toше See you I'll see you 天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教会 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 求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都屈膝在真理面前 让我们同心合一地 拥有能够忍耐的心 让我们不要与任何抵挡上帝的 这样的灵妥协 所有的迷惑 还有离开上帝的 这所有的邪恶的灵 让我们能够胜过它 让我们唯独靠着主耶稣的真理 能够得胜 主啊 求你来安慰 所有受伤的心灵 我们虽然没有一一地来得及安慰他们 但是主啊 求你来帮助他们 主啊 求你赐给他们真正的安慰 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彼此鼓励彼此安慰 主啊 求你来帮助他们 所有的诉讼的问题 所有在 离开上帝的 这样仇敌的想法 都能够退去离开 主啊 求你来 监察所有的这些 诉讼的问题 主啊 我们的现在在财政上 经历困难 主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克服这所有的困难 让我们靠着上帝的力量 能够重新恢复 凡爱上帝 成为主的肢体的 所有的我们圣徒们 主啊 求你 赐给他们安慰与福分 主啊 求你让他们的家庭都能够横通 如今 愿我们救助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引领 与一同献上礼拜的 灵魂 与他们的家庭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唱比利亚人之歌的 直唱一节 愿引受敬礼的人 请到前面来 努力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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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向周边的弟兄姊妹们 要彼此鼓励 让我们持守信心 我们因着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们的坚持 他们的贡献 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平安 所以彼此的感谢 彼此的鼓励 让我们把感谢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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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